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约码头的一年一度的520 我说的520是5分20秒的长烟壶 大型烟壶的释放 它什么释放它不是在陆地上 它是在约码头旁边用小船 小船在港湾里面 分别有十来艘的小船 从船上释放 我们从岸边欣赏 当然这每一次 以前是台北县县长 现在是新北市市长 以前的朱立伦 到现在侯友宜 他们必然都会参加 哇那车水马龙 因为我从我女儿的医生员楼上 十几楼的高度往下看 哇下面真的好热闹 嗶嗶嗶嗶嗶嗶嗶 这样子反而有人喜欢来赶热闹 结果我从那边结束 我从我女儿家回到我们家 平常我走路只要15分钟 开车只要大概三分钟 就到的 我昨天居然开了30多分钟 就这么一点点距离 两个距离 而且擅长之后的这种 小塞而已 那进场的时候 那个大塞 更不知道要塞到什么时候 所以热闹 所以我哑了个嗓子 每一年 因为孙子也喜欢嘛 女儿也喜欢 老婆也喜欢 每一年就感觉热闹 好今天给各位讲的这一件 是龙纹的 是海水云龙纹 各位 海水云龙纹的池记 在明初的池记上 只建于观瑶池 明瑶池的很多东西 多半是后访 所以我常常听他们讲 哎呀什么后访 或者是明瑶的 用这种来做鉴定上的唐塞 我觉得都不应该 是就是是 非就是非 就是我上次讲 就是洪武时期的 幼里红 我不说绝对 但基本上都是官瑶 你说哎 人家画工 画得不好的 或者比较差的 或者是怎么样的 你就把它定位在 而这是民瑶 对不起 洪武那时期的民瑶 是禁止烧幼里红 而且幼里红那时候要花费多大的精神 因为他的摇温控制要非常非常的精准 而且还要碰运气的成分 所以他的失败率是 十次里面说不定失败九次 所以一次会成 所以民瑶第一个烧不起 第二个 朱文章明确的下官命令 不准民间用红色 因为红色是他国色 是他的一个朝代 象征他朝代的一个火德 也是他朱文章诸信的代表 他不会让民间 而且朱文章控制的这么严密 杀人无数 杀人如麻的 谁敢去顶撞这个 所以 我讲有时候对就是对 对就是导弹 不对 那就是不对 不能以民谣或者以什么 唐塞 另外一个观点就是 这五个人的观点 还有人说 有人留言 我想他应该没有恶意 说 红武时期 烧得出来这么漂亮的红色吗 对不起 那就是所谓的精品 不但是精品 而且是官瑶中的精品 当然要有一定的水准 你不要说红武 连元朝都有烧得不错的红武 你看博物馆里面摆的那个盘 那个仪 它不管是寄蓝的 或者是寄红的 那个颜色开玩笑 没到什么程度啊 而且 我们讲 那扬州博物馆摆的那个寄蓝用的 那个白龙纹 你说他人家的发射 你又怎么讲呢 你要不要去问问博物馆 元朝有这种发射吗 这就是有的时候一种见识 眼界的问题 我就没办法跟你去戏论 我只能尊重你的发言 我不抹掉你的这个意见 我把它摆在那边 但是我基本上不去 因为有的时候 每一句都要回应 第一个很累 第二个有的时候 也容易插墙走火 为了保持个风度 我给你保留着 让你的那个 有些能回应的 很客气的 或者有什么事情不清楚的 来用一种 用一种就是 以理论理 我这种我绝对回应 而且 我会竭尽所能的回应 好吧 还有一种比较 有的时候开玩笑 半开玩笑 我好 你幽默 那我也就幽默 我把你的话摆在那边 对吧 你想到了 回去看一看 觉得挺逗的 对吧 你不知道 你没有恶意 只是你嘴巴快 那我也没有恶意 就大家来做一个什么 你有你的梗 我有我的梗 对吧 当做好玩 都是朋友 都是朋友 我今天给各位介绍的这个 而且对 还有人就在 一直在问 为什么底 我想不是每一张 直接的看底 我跟你讲 你到那个 那个英国 那个白金汉宫 你去参观它 它的用的也是 它的国家的官邀 所谓的Widgewood Widgewood的那个瓷器 你看就知道了 你还有没进来翻底吗 哎呦 哎呦 不对哦 这是什么大同瓷器 访Widgewood 不可能吗 怎么可能 你有见识的人 你看就知道 你不看英国女王 你帮她看相 你还叫她给你 左三圈 右三圈 来给你看 不用这样 当年我们讲公看人 也是这样子 他也不会叫人 升将军的 你给我走个台步 让我看一看 他也就是人家 走到他面前了 走那么一段路 跟退出去 那么一段路 他就定岸了 走进来的时候 他看你的风度仪表 看你会不会确详 有没有大将之风 退出去的时候 是看你有没有 耳后剑筛 耳后剑筛 不是我讲的 前副讲的 耳后剑筛 他本来打圈圈的 后来圈圈里面 又加个点 那就是本来前面合格 谈吐都不错 走出去的时候 他发觉你耳后剑筛 因为他曾经遇到过背叛 而失举大陆的这些 惨痛的经验 所以他学过人相训 是这样 所以我们 有的时候 我就给各位 破坏能够该照底 底值得照底 有些真的小 小八戒的底 有什么好照的 那底四周围的边缘 你都看得清清楚楚 而且人家有 有其他的人说 哎 这个幼水滋润 你们也不高兴 这幼水当然滋润 你拿到手上 像块 摸起来像块玉一样 似玉非玉 真的是一块玉一样 那种感觉 你看看 那种感觉 那种 这种虎无扁平 它是瘦带 虎无扁平 这永乐时期的 一个名品 它在这瘦带 虎无扁平 它有两种 有一种是 打肚子 有一种是大路 我上次好像也秀过 有一种是这种 比较秀气 比较保守秀气 它的那个底足 它有比较偏远一点 有的时候偏方一点 有的人就是把它定为 永乐跟宣德 的一个区分 永乐跟宣德区分 你要是光用这一点的区分 我觉得 还是不太牢靠 最主要 永乐的是没有款 而且永乐的所谓的清新俊勇 土石自然 然后 宣德的呢 是多半都是有款 多半有款 在这上面 你用这样分 我觉得是比较牢靠的 而且宣德的发射 是所谓的 如火存青 它的那个发射 比较厌 比较厌 这个永乐的这个发射呢 是带有了清新俊秀 带有俊秀之美 你说怎么分 你看多了 你就知道 你看多了 你就知道 我觉得他们现在 动不动 每一张图片 要规定 有一个网站 我本来还一直公为他们 现在我也觉得很奇怪 每一张那个照片 要给他放 那个什么 一百倍的 那个放大行为照片 我不是没有这个设备 有这个设备 懒得做 那不是每一个小学生 就跟每一个上学的小学生 你刚开始在学习的时候 规定 每天检查你的手帕 每天检查你的手指甲 有没有洗干净 有没有剪短 服装 我们从小不上 小学报到第一天 返校日 今天返校 今天开学第一天 做这样的检查功能 通常来说 做小一的时候就做 在以后要不要做 在以后要不要保持服装 仪容整洁 当然要 但是不是要每一次去检查 不是的 他有需要有特殊状况的时候 我夹破一张 鼓励你的夹破 你不能规定每一个都要有 你这不是把每一个人 都当做小学生吗 把每一件词件 难道放了气泡 就表示他是真的吗 什么东西会没有气泡呢 都有 有些时候是湖外行 湖外行 你说啊 气泡有气泡的美 对 我觉得气泡有的时候 因为在有些红油的瓷器里面 尤其在一些会有摇变的红油里面 它在里面是很精彩 是不是 你可以用这个角度 不是说去建议你 你跟你小学生 每一个人把他当做小学生 给我看底 每一个你脚丫子给我抬起来 看一看 那个屁股撅一下给我看一下 不是这样 这个不是玩我们高雅的东西 这不是玩我们高雅的东西 尤其是观摇止情 你不能这样对待 绝对不能 那这样我问你 书腹饼每一个来的东西 他都给你底部 给你一个放大特写 然后他把那个一百倍的每一个 他都把那个气泡 给照给你看 他有吗 人家一样拍个那么几亿啊 亿来亿去的 最起码也百万起跳的 人家也没这样做 所以有的时候规则是要定 但是有时候要承受 有时候要承受 个别的我同意这样做 比如说你小学生刚开学了 还有一个就是 他的那个态度有特殊状况 需要做的 一般打开门的 人家用水滋润 滋润就滋润嘛 你硬要说你看不懂 那就是人眼界的问题 我就奉劝 有些网站本来方向是不错 作为一个研讨 各方面都很好 你既然你现在要卖钱 你要拿出卖钱的规格 你要拿出卖钱的 尤其官窑瓷器 你就必须要有官窑瓷器的规格 不是没官窑的 我为你故宫 哪一个把瓷器 把那个天球瓶那底 堆给人家去看 这特殊情况 比如说你要看优理红 我优理红一个放大 你要看胭脂水红 我胭脂水红给你放大 里面的那个 所谓的金的颗粒 所谓的金属颗粒 让你显现 知道当时的工艺 所谓当时的那个 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它不是每一个给你那样搞 你还是要看东西为主 我们要入主流 不要入末流 各位 东西还是以东西食物为主 它东西试给你看 我们去威力物 看它当时烧摇 它烧摇出来的东西 它成品率高低 它不是每一个 它去检查你的胎 它不是这样 它从你的右面开始检查 右面有一点点围炮 或者一点点的地方的缩右点 或者有一点点的异状 它全部打为次皮 这样它分等级的 就像我们一级官员二级官员一样 二级官员它卖的价钱不一样 三级的就是刘渭一般的那个大卖场 三级以下的全部砸碎 就地砸碎 就跟我们的官邀瓷器 差不多这样的一个规律 所以要懂 而且像这种瓷器 你在外面仿的 我讲仿的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我不是看 要不然你拿一件瓷器给我看 拿一件仿的这种瓷器给我看 一眼就看出来 所以有的时候不要在那边虎外行 而且要知其然 又要知其所以然 而且各位你们都是专家 以专家的姿态 摆在这种专家的姿态 高高的那个姿态 不管你真专假专 反正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有一定的素养 这是骗不了人 可是在素养之中 不要专牛角尖 我不是说你不懂 我只是说 你有些的论点上 专牛角尖 人家已经给你看了 人家碎碎 美美的 你不要每一个都去钻那个 哎呀 要气泡 哎呀 这边要拍 要怎么 该给你看的时候 人家自然自然会给你看 有些没什么 无啥奇特之处的 你就不需要在那边 做一些不需要的执着 佛家讲 你过度的直向 你永远修不成佛 太过于的直向 我给这些好朋友一点建议 是不是 你每次都表达你的意见 你表示跟我算是我做正面解读 表示跟我是一种友好 但友好多了之后 我也要回应你 我回应我不想在那个文字上 在那个钻牛角尖的地方做回应 有时候我就打个哈哈嘛 你知道这个状况就好 但是累积了几次之后 我要跟各位做一个理解 我除了给当事人做一个说明 这样的理解 我给其他的人 我也表达一种 我对事情的观感 跟事情的态度 同时我对这一件词器 我的看法 观就是观 明就是明 伪就是伪 不要在那东坡西拉 制造书上这么多什么 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一些名词 这个就是一眼珍 观瑶永乐清花观瑶的一眼珍的真理 而且等级不低 所以它是云龙 它是海水云龙 海水云龙以前的江牙文 在皇帝的龙袍上都有 我们以前江泽民 还要召集在G20那种会议上 在大陆开的那时候 每一个人送一件 现代龙袍 每一个人来参加的会议的国际领袖 都送一件中国式的 现代的小名号 龙袍 所以你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传统 你知道它的一个等级 尤其在明珠 就是永乐清花时代 有这样的一个文色 它就代表本身它的一种等级 好不好 然后它的口言的部分 也有这种所谓三角形 道三角形组合起来的 一阴一阳之味道 这种组合起来的 你叫做景文也可以 或者叫几何图形也可以 那这边在第二圈呢 是一圈画的很淡雅 所谓的清花淡苗的 这种卷草文 就是金银花这种卷草文 代表生命的延续跟生命的不间断 也就是佛家讲的一种轮回的一种观念 就是福寿万代 那再下面第三圈这边都是朵花 这边就是用作末 这边用作末 用这个梅花当作朵花 所以它这三层纹饰 分成不同的颜色 让你给感觉它的蛋苗 一直到它的一个浓墨 重彩 给你的感觉就很舒服 一直到它的主体纹饰 它是让你看起来很有层次 它是虽然是青花 但它有一种墨分无产的那种效应在里面 那两旁边呢 这是瘦袋 这是瘦袋 这个瘦袋就是我们中文讲的那个飘袋 飘袋代表长寿 也是代表福分的意思 各有一枝的什么朵花 各有一枝的朵花 所以它非常美 这朵花呢 又长得像什么 又变形的联纹 就是我们讲的一种宝像花 那种宝像花也是一种所谓祈福 也是跟宗教的一种祈福 有关 所以今天 就用这么一件 小淡碳而精致 小而美 而带有 很好 那它本身它又是一个什么 葫芦 葫芦代表福禄 也代表长寿 也代表福禄寿 祝福大家 天气变化 注意自己身体健康 谢谢各位